咸美頓市污水系統洩漏事件26年以來 導致超過3億公升污水流入安大略戶 胡曉林的報導 咸美頓市政府最新發布的新聞稿表示 洩漏是來自一個1996年底的工程出錯 承包商誤以為合流式下水管道 是分流式的雨水排放管道 直至上星期而被發現之際 約50戶多達3億3700萬公升污水 直接流入咸美頓港灣 洩漏不影響食水供應 市政府也通知受影響住戶 咸美頓市政府在發現洩漏後 立即進行修復工程 在星期三晚上已完成維修渠道 維修工程估計用了接近3萬元 市政府表示 今日會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交報告 以及繼續與環境保護和公園廳保持聯絡